帝王的杰作 历史的见证 灵烟和二十四功臣 公元六百二十六年 玄武门之变李世民 成为唐朝第二个皇帝 视为唐太宗 从此李世民带领群臣上下 其心历经图治成就了 真冠之治的盛世传奇如唐太宗所说 于此时有于念思在古宫庆帝卧之谋爪牙结熊皮之力写的童心已至于此 十七年后真冠十七年 太宗经常读物资人 怀念起当初人和事 于是选择在林烟和命延立本 刻画了二十四位功臣的画像书法家楚遂两题 自太宗亲自作战制成二十四功臣图 此图比例选取真人大小画像 均面北而立 宛若当年的朝会如阴在耳 如言在目太宗 常以此感怀至二十四位功臣 其构成很有深意太宗的经 其武人长孙无忌 李孝宫高师连 柴少长孙顺德重要毛臣武人 杜如悔 魏征 房玄陵侯军急于是 男重要武将六人遇知静德 李静 张公锦 程咬金李氏寄秦书宝 李氏九部 八人萧宇 段志玄 刘弘基 曲秃通 英开山张亮流 郑会堂建其中有十四人 直接参加了选武门之变为李世民登基立下了汉马宫 老长孙无忌是李世民大纠葛 李渊在太原起兵的时候 无忌投靠了李世民 随后参与了许多重要战役在选武门之变中更是主谋之一李世民评价鬼 我有天下多是词人之力 功臣中李静是一个特例 最早因为揭发李渊谋反备至最生死时刻为李世民 所就关键时刻却拒绝了李世民的美意 为参加玄武门之变李世民执政七点 李静成功消灭了突厥势力 战功赫赫玄武门之变 于李世民来说 就是生死闲于一线成吉帝王败则死亡 有功之臣得以后代是人之常情 可是暗场里在玄武门之变这样的关键时刻 非有吉敌如李静之举 神会如此后代 却不得不佩服李世民的胸怀坦荡 居前不避亲用人不避戏 为人君者屈驾英才推心待事 如此帝王